红岸创办人郭台铭的联署争议联环报 在伊兰市传出 有一名张姓男子 他伙同连锁超市的菜姓员工 以每一份四百块钱的对价关系 向同仁和家属要求来联署 伊兰检方是以违反政府总统选罢法来搜索之外 也通知二十三人到案说明 在复讯之后有八人招保 其他人是无保请回 而至于在南头 是由外送员传出收购联署书来赚外快 南头检方也通知了涉案的外送员 到案说明 红海冲办人郭台铭 这个月二号才向联署书送交选委会 但各地争议频传 伊兰检方九号前往 南洋地区最近连锁超市的投城店搜索 因为传出一名张姓男子 和蔡新员工 以每份四百元的对价关系 要同仁和家属帮忙联署 数量两百份 检方九号时搜查十个处所 查购相关的证物 以及联署行贿款向两万八千元 也通知蔡新员工等二十三人 到案说明 后续循现追查 将张姓男子具体到案 检方复讯后 张姓和蔡新男子 各以十五万交保 其他六人以二到十万来交保 其他人无保请回 而超市业者也强调 工作场所严禁从事任何的政治活动 如果有违反相关系已经确认之后 我们也会有内部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程序 这个目前所确定的部分 属于员工私下个人个别的一个行为 南投检方也接获检举 一位增信外送员 以每份两百元收购 连鼠书还在外送员的群组贴魂 要其他外送员一起装外快 南投检方前往住宿搜索 起出五份连鼠书等证物 目前包括设定地检正在追查 连鼠赠送的小物是否设计不法 北中南也传出有购买连鼠书的情况 现在争议继续报 郭振英表示官方暂点一切合法 也严格禁止对驾关系 不会因为要充数量而有违法的行为 记得林健森 彭焕群 林静伦 宜兰南投报导